Hello 大家好 我是Judy 陳家沛 今天是2021年10月3日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幾件事 首先CY昨天在Facebook出post 大爆有黑暴在英國周圍放火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這班移民了的小亡人 現在的生活又有多淒涼呢? 另外 支聯會之前通過了解散 但之後他們的資產就受到凍結 清盤受阻 而昨天再有消息說 他們會面臨另一個打擊 究竟這是什麼打擊呢? 周恆彤這次又有什麼想說呢? 在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在右下角 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留言、讚好和將這條片廣傳開去 讓多些市民可以了解一下 西方媒體不想你知的真相 為了打壓我們的國家 英國政府就用國安法做藉口 實施BNO5加1的入籍政策 合資格人士可以申請在英國連續住5年期間 就工作和讀書都OK的 5年之後就可以申請定居了 住多一年就可以申請入籍 不少拿著BNO的小黃人 都是因為崇洋 所以心鬱鬱想移民 據了解 只是頭5個月 就已經有6萬5千人申請了 原來那些小黃人 在幻想移民去英國之後的生活有多美好 但是英國現在疫情嚴峻 加上經濟也面臨這麼多年來最大的打擊 所以不少到部的小黃人生活艱難 好像以前那樣 就有移民了的小黃人 在連登討論區出帖 就說自己很後悔申請了移民去英國 就說當地經濟很蕭條 這裡有凍、有寂寞 如果不是有親戚接濟 他就一早餓死了 之後又有一個移民了去英國的小黃人 在連登出帖 就說信錯了連登的師兄 移民了去英國之後非常之後悔 他還說之前有人說 說移民去英國 你有手有腳就可以了 一定找到工作的 怎料去了大半年 找也找不到 現在還搞到那些積蓄都撕掉了 要敗走回來香港 至於移民了去英國的前TVB藝人林子博 英國在日前也是大爆 說自己去了曼城整個月 都還未租到樓 子女還未找到學校 除了一些網上的事例 去到昨天 前特首梁振英CY 也都在他自己Facebook那裏 出了六個post 跟我們分享一下 英國現在的實況 疑左問的人 究竟有多麼昂居 究竟他在post中說了些什麼呢? 首先CY就提到了 英國有一個33歲 住在倫敦南部 叫做Sara Everard的女生 原來她在今年的3月3日 回家途中被一個警察截停 就說她違反了限聚令 要拘捕她 捉了她上警車後面 怎料就進行了監察 這件案件其實現在在審完 被控的警察被判終身監禁 整件事引起英國 甚至是全世界公眾嘩然 但是去到英國那幫小黃人 好像羅冠聰一樣 以前又說很關注警暴 但是現在反而不出聲音 其實如果這件事件發生在香港的話 我想那幫黃人一定搞這麼大得這麼大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去到英國之後又沒有人說這件事出來的 你說也挺奇怪的 相比之下 這個中大的學生吳奧雪 大家記得了 他在前年在中大的集會上面 就和校長哭訴 說自己拘留期間被警察性侵 當然事後證明了根本就沒有這回事 之後就消聲匿跡了 他們的處事方法真是很大落差 難怪CY也要問了 吳奧雪曾經說會去英國留學的 那她現在是不是在英國呢 之後CY再出一個post 她就說這個Sarah Everard的事件 就引發了BBC在網上有大量關於英國警察的批評 暴露了英國警察其實都存在了很久 一些很深層次的問題 包括民眾對警察極度是不信任 反問這幫曾經污衊過香港警察的香港人 他們移民了去英國之後 是不是會自己反省一下呢 而除了英國的警察之外 CY也都說了 在英國的超市最近就沒有貨 因為最近英國脫歐之後 加上疫情造成了一個供應鏈的問題 超市又缺貨 油站又缺油 那些車還大排長龍地入油 甚至有司機是為了入油而大打出手 那CY就問羅冠聰這幫人 可不可以跟我們香港人報道一下 他在英國民主制度之下的優質生活 那我看回羅冠聰的Facebook 他為什麼對這些情況隻刺不睇 為什麼不把英國的實況跟香港人說一下呢 是不是英國人放個屁都是比較香的呢 香港無論做得多好都是給你雞蛋裡挑骨頭的啦 那接著CY再出post 這個是還搞笑的 他是cap了一張圖 一個要自稱萬徹斯特的真香港人協會的團體 他在Facebook就出了一個post來評論 事關原來前日我們的國慶日 就有一幫小黃人在這個Manchester就舉行了集會 那竟然還到處放火和破壞公物 那接著這個萬徹斯特真香港人協會呢 就在Facebook那裡譴責這一幫人放火是黑暴 那還說這樣會令到英國人呢 就對香港人有一個壞的印象 會濃巧反絕 那CY還一串他們啦 就說如果規模擴大 他就要看一下英國的政府到時怎樣去應對啦 那其實這幫黑暴在香港就教人放火 但是去到英國就叫人不要破壞喔 你說他們是不是真的好雙重標準呢 那怎樣都好啦 現在呢英國呢受到這個疫情的影響啦 找工又難 找地方住更難 小朋友讀書呢也都未必適應 那那幫小黃人呢還要啊 扑倒這樣去 那真是蠢蠢豬啦 是不是呢 那其實呢英國當地的民眾 一早已經說著英國的生活艱難 現在那幫小黃人呢 還要走去英國和他們搶飯碗喔 自然就不會受歡迎的啦 那到時候啊搞不定 所以就要回來香港 本來份工又沒了 小朋友學位又沒了 那真是哭都沒用啦 不過那幫小黃人就說呢 要走真是好閒格不送啦 最緊要你們千萬不要搞住香港 你猜在外國賺食呢 真是那麼容易的嗎 那千萬不要去到之後 找不到吃又死死地氣回來 走了就走了啦 最好取消你們的中國國籍 千萬不要回來呀 反正你們都不會認自己是中國人的啦 那講完一班二左民去英國的小黃人 就講一下支聯會啦 支聯會當年來就以結束一黨專政為綱領 明顯就是為了顛覆國家政權 違反了國安法的 所以在國安法生效之後呢 支聯會的一班團體和成員 都已經紛紛跳船自保 而去到九月二十五日呢 他們在這個會員大會也是通過了解散 還開始了清盤的啦 那麼以為解散清盤就可以什麼事都沒有嗎 那當然不會這麼便宜啦 去到前日九月二十九號的時候 做支聯會清盤人的蔡耀昌 就收到國安處的通知 就說會凍結支聯會的物業和銀行戶口 其中就包括他們在旺角偽旺商業大廈十字樓 用來做所謂六四紀念館的會址 以及三百三十三萬的存款的 那由於凍結資產令到清盤程序受阻 所以蔡耀昌當時已經說會申請解除凍結 不過大家不妨留言猜一下它又會不會成功呢 正當大家都以為短期內都未必會再聽到 有關支聯會的新聞的時候 誰知道昨天又有一宗消息是關於他們的 昨天有報導就說 象徵著這個吊臉六四事件 現在放在香港大學的國殤之柱 將會被人移走 其實這個所謂國殤之柱 是丹麥雕塑加高志活的作品 處身就刻了很多表情很痛苦很扭曲的人 在左下還刻了六四屠殺 還有老人豈能夠殺光年輕人的字句 是非常離譜的 曾經在香港很多間不同的大學 以及維園六四燭光晚會都展出過 而在回歸前的最後一場六四晚會之後 有幾百個小黃人 硬硬把他們困在港大 期間校方一度想阻止 亦有報警 亦都僵持了一段時間 之後唯有屈服 被他們放在香港大學 黃黑徑樓的平台那裡 自此之後 港大學生會每年的六四 都會做所謂什麼洗冊 國殤之柱的活動 前天就有報導說 隨著港大學生會和支聯會 將會解散 香港大學就打算移走 所謂的國殤之柱 避免受到牽連 違反國安法 去到昨天 傳媒問到蔡耀昌怎麼看這件事呢 他就說不揣測傳聞 但是強調 根據過往和校方的溝通 接觸清楚 確認這條柱的所屬權 就是歸支聯會擁有的 而警方凍結了支聯會的資產之中 亦都不包括國殤之柱 現在這個階段還未收到廣大 或者任何官方的消息 接著蔡耀昌還說 大學就有高度的自主權 不應該因為怕就去搬 除非有一天法律說你違法 不搬就會抓校長 認為大學做任何決定 都應該要先諮詢學生 考慮到市民的感受 以及要聯絡支聯會 至於港大的發言人 在回應傳媒查詢的時候 就說校方其實 周不時都會檢討校內的風險管理 以及設施的使用情況 對這些揣測的報導 沒有什麼回應 對於港大可能移走之處 我們的正常人當然是非常之支持 首先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港大根本就沒有授權給你擺響到 是你強行搬到別人的地方 別人免得麻煩才會屈服 但是這個是外國人做的所謂國殤之處 一開始就立心不良 擺明就是想煽動市民 對中央和國家的執政仇恨 還要放在大學裏面 搞壞了我們學生的腦袋 很明顯就是外國勢力有部署這樣做 還有好選不選 選在回歸之前的六四這樣做 即是擺明是針對中央的政權 我們還在這裏怎麼可以容忍呢 所以繼我說 港大一定要儘快將這個所謂國殤之處 連根拔起 否則國安處都應該要介入 避免他們繼續教壞我們的香港學生 好 去到最後 為了響應我們習近平主席的呼籲 做好國際輿論工作 反駁西方媒體政客 要說好中國故事 此境最近和一班跨黨派的兄弟姐妹 包括陳榮欣、林林、楊哲安、張瓦麗等等 成立了一個新的英語KOL聯盟 叫做中國故事 接下來就會在不同的社交平台 和主流媒體 用英文做好國際的傳播工作 讓外國人都看到 香港和我們國家真實的一面 而我也有幸是這個聯盟的其中一份子 在日前我們這個聯盟 就舉行了一個成立典禮 受到很多媒體的關注 如果大家都想了解一下 我們為什麼會組成這個聯盟呢? 我們具體上又有什麼目標呢? 將會做什麼呢? 還有有什麼成員的話 就可以按一下這裡 免費訂閱指敬的英文頻道 還有再按這裡 就可以看到我們當日的成立典禮 好了,今天先說到這裡 多謝了,拜拜! 拜拜!